1. 搬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,应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2. 商业企业以搬纳税人零售的业,旧,食品,服装,鞋帽不包括劳保专用部分,化妆品等消费品,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3.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,各项主管税务进关申请到开。 4. 销售免税货物,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,法律、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5.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,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,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,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。 5.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1. 用税销售行为的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的。 2. 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是用免税规定的。 6. 自2017年6月1日日期,将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,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市点范围。 6. 月销售额超过3万元或计销售额超过9万元的建筑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称自开发票市点纳税人,提供建筑服务。 6. 销售后或发生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,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,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。 6. 自开发票市点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,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,仍需向地税机关申请大开。 6. 自开发票市点纳税人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缴纳的税款,应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内,向主管活税新关申报纳税。 7. 在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时,应将当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额,按照3%和5%的丁收率,分别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,小规模,纳税人使用。 7. 第二栏和第五栏税务计下大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部,含税销售额的基本,系数相应栏次中。 7. 自2017年3月1日期,全国范围内月销售额超过3万元或计销售额超过9万元,的见证咨询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。 以下检抽试点纳税人提供认证服务,见证服务,咨询服务,销售货物,或发生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。 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,可以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。 主管活税机关不再为其代开,试点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。 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,仍需向地税机关申请大开,试点纳税人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养纳的税款,应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内,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,再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时,应将当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额,按照3%和5%的丁收率,分别填写在增值税纳税串报表。 小规模纳税人士,用第二栏和第五栏,税务机关大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,不含税销售额的本系数项,应来次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